大家正在共同的对抗一场的疫情 避免疫情的扩散 结果我在我所能接收到的讯息 却是在台湾这样一个遥远的地方 用那种非常轻蔑的嘻嘻哈哈的 而且不太讲究证据的 充满那种网络式的这种的揣测式的这种言语 在谈我们这个地方的切肤之痛的时候 那个感触就非常强 这种的情绪我说实在 你再要我讲台湾最美风景是世人 我后面一段时间就加个字 台湾的最丑的风景是人渣 这种的人渣式的原因 在台湾的公共平台上面 最近层出不穷 包括官方在内 所以这个事件之后 我觉得两岸之间 几乎已经没有什么民间情感可以谈 这个是我很担心的 两岸如果官方已经失联 而民间都没有情感可以谈的时候 以后任何事情都是硬碰硬 那这种的硬碰硬 会让每件小事情就小事化大 而且都会难以收拾 这绝对不是好事情 我觉得这很蠢 尤其相对于 如果你有留意到最近的中中日关系 日本从中央到的地方 许多对大陆 其实你说它真的给大陆很多吗 没有 但是你会感觉到它有诚意 就是它除了把它尽可能的物资 有的是地方 有的是某些的团体 就往大陆送 往武汉 武汉送 简简单单的留个几行字 我都能够感受到这些日本人的温暖 我觉得你像个人 这种的事情就会让中日之间的关系 你突然间觉得在一场疫情当中 就回到了我常常引用的 很有名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 马奎斯的那部经典的作品 《爱在瘟疫蔓延时》 当瘟疫蔓延的时候 是考验人性最好的时候 简单讲 台湾的人性没有通过考验 这一次的疫情当中 台湾会让人家感受到的 都是人性最丑陋的部分 这对台湾不只是形象上的伤害 对两岸关系政治非常大的伤害 感谢观看